在場的委員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員 大家早安大家好 主席有不知可以請陳次長 請陳次長 次長早 次長我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我們外議間 外議間最主要的目的 它其實是不是應該要像 德國這種所謂的開放式的監獄行型的方式 其實是在一個比較好的空間 然後對於這些行度比較低的 然後控制力比較好的這些的人 那他能夠在一個比較自由的環境之下 那他比較能夠重返社會 外議間的目的應該是這樣子吧 所以這樣的情形之下 就是說去外議間的 其實是不是應該要以低行度的為主 其實也不見得以低行度 因為低行度的話 它很快可能就是可以假釋的 所以它去的實意也不大 其實重的行度的也未必去的 所以我們在第四條第三項呢 有一個考核機制的原因在這裡 這個授權定的好個命令 在臨險辦法 有這個機制的 就是說原則上 父母可以說這些 比方說某些人看起來惡劣 但是裡面呢 進行以後呢 非常的改過向善 也許這種人適合到外議間去 所以剛才委員提到說 白領階級犯罪他不可能再犯 可是他一判可能判了十幾年喔 他可能判是因為收縮費弱嘛 最少十年 那你們外議間現在跟 現在就是說你們在監獄 其實也開始在做一些 讓他們怎麼樣重返社會的一些技能的訓練啊 什麼等等 那你的外議間跟這些的監獄的 這個差別到底在哪裡 外議間的話呢 就陳主剛才委員所提到 他才開放式的嘛 盡可能才開放式 對他重返社會的這種心態的話 容易療癒 而一般監獄裡面的話呢 是採一個中度高度管理啊 對他來講的話 那回歸社會的適應性呢 可能就比外議間差 所以你們是認為說 他的刑度如果說比較低的話 譬如說他可能比較 你要假釋至少要關一年以上嘛 六個月以上 要六個月以上 六個月以上就能夠假釋 至少要執行六個月以上啦 過半啦 所以就說他的刑度 至少要判一年的才會有假釋的 那如果刑期不到一年的話 大概就不會嘛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對於這些的低刑度的人 其實我們就會看到說 很多的犯人其實是 他原來其實惡性沒有那麼重大 進去裡面根本是習的 學了更多的技巧出來 又再犯嘛 所以在這裡就是說 對於外議間 那以前我們的外議間 都是在很偏遠的地方 在花蓮啊 在哪裡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對以前 對外議間其實我們以前是屬於重刑犯 然後呢 大家對那個概念是這樣 但是今天如果說好 我們今天外議間其實是要讓 一般的人 就讓這些受刑人 他更容易重返社會的話 他是不是應該換成是一種比較低刑度的 還是你們覺得說 是以中刑度或是重刑度 然後這些人表現良好的 其實我們過去 臨險到外議間的話 也不見得就是以重刑度為主啦 不是 其實輕刑度的也有 我們那個一兩年 臨險過去的也有啊 都有 而且應該是看考 那因為他受制於容量 才一千多嘛 才一千四左右 所以呢容量不太足 因此才會有一層次 但是呢 我們希望說 建立一個 剛才委員有提到的說 透明的機制來做臨險 這個臨險的依據 這點我們是贊成的 所以透明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也不希望是說 經常要透過民意代表或什麼等等 那所以在這裡 是不是在你們的臨選機制 因為你們有所謂的臨選委員會 那這臨選委員會 是不是應該也要開放 就是讓一些外部的 監督的機制能夠進來 讓它能夠更透明化 是不是可以 有啊 我們現行就有吧 沒有 你們現在臨選機制 只是內部的人 可以啦 我們可以考慮啦 在臨險辦法裡面 我們可以考慮啦 就這樣應該開放 讓更多的這個 就是有一些外部的監督 然後讓它能夠整個一個透明 雖然說你們有所謂的 就臨選的辦法裡面有什麼什麼的 什麼幾分什麼等等 但是其實在這裡面還是有一些空間在嘛 那我們會覺得說 如果能夠讓有一些外部的 這個監督機制能夠進來的話 那就能夠讓它更透明 所以在這裡呢 就是說今天有這個廖委員他們提議說 要把這個刑期的把原來只是五年 未滿五年或是五年以上的嘛 那現在要把這個所謂的十年以下的 都把它放進來 我們建議再討論一下 這應該要討論嘛對不對 因為這個就變成是說 你變成會是偏重在重型度的嘛 這個會不會太大 我們再思考一下好不好 那另外的一點呢 我想要請教的就是說 對於酒駕的受刑人 因為我們有所謂的不得臨選嘛 把這些人就排除掉 他絕對不能夠到外衣間去 那這裡面有所謂的酒駕 那酒駕的受刑人不見得全部都是會再犯的嘛 對不對 因為你這裡並沒有規定說 這裡沒有排除啊 我們這裡沒有排除 沒有單純才排除酒駕 你183條 185條之3 現在就有這個委員要把它加進來 對那這個你們的看法是怎麼樣 等一下請教委員看看 因為這裡面的話 是不是說酒駕通通都不進來 因為酒駕一般來講 第一次第二次大概都判六個月以下 會到進到監獄去的話呢 可能都三萬以上 三萬以上 這個我們可以再一起思考看看 你說三萬以上 現在原則上我們是五年內三萬的話呢 不准一科罰金嘛 所以通常酒駕就會判到七個月以上 需要進來執行的呢 通常都是不是粗犯 都是已經累犯 除非是他另外有涉及到什麼過失致死 過失重傷 那才會一起進來 這裡講的是單純酒駕罪啦 沒有一行為沒有那個想像競合 簽到其他罪名的部分 單純酒駕的話會進來到監獄 繼我們的統計大概 都是兩二三至少三二萬以上 三萬 就是說他不斷的累犯了這些 就是說一八五之三都兩位進來的都是 都是已經一直在累犯了 第一次大概都不會 所以馬上就進來了 過去的往例是這樣的 所以你們這個是不是會有一些的統計數字 就是說你這一八五之三的這個 他的那個犯罪的那個累犯的那個情況 因為現在他是要把一八五之三把它排除掉嘛 那這個部分就是說 是不是要整個嚴格的排除 還是說要再加一些條件 那另外呢就是說 家暴的受刑人的這個部分 我不曉得說家暴的受刑人 當然有的是會一直累犯嘛 但是有的是出犯的 那我不曉得說這個部分通常會到 家暴受刑人最主要是對於社會的侵害度 對家庭的侵害比較大啦 所以才會病同這個性侵害 當然性侵害的犯罪是蠻 就是他的重複性是蠻大的 那是說家暴 家暴受刑人 其實他有輕有重嘛 但是家暴我們是說 統計上家暴他這個改過度 因為他要緩家探視啊 林檢過來他以後再緩家探視 是不是會再另外一個家暴 就剛才委員有提到說 像戴文慶那個案子 他本來看起來還好的 結果回去台東 哇又換成性侵 所以那個的危險性比較大 因為這裡面有牽涉到可以緩家 緩家探視 除了縮行以外還有緩家探視 還可以緩家探視 那另外就是說現在所謂的縮短刑期 因為其實縮短刑期 這裡面就會牽涉到剛剛其實也有委員提到 就是說你到外衣間 其實外衣間的環境是比在監獄的環境好嘛 因為他是比較鬆的管理嘛 然後可以回家甚至可以跟眷屬配偶等等在一起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等於是他已經是一個比較優渥的 那現在又在減刑 那又可以就是說是不是到外衣間的 以後比較容易假釋 還是說假釋就不會到外衣間去 兩個並行的 是並行的嘛 對不對 到那邊還是可以假釋的 等於說縮行以後他假釋的程度 假釋的時間就比較快啊 對 所以在這裡就會變成說 他只要到外衣間的時候 其實是有很多的利益嘛 一個就是說他可以減刑 另外一個就是說他的環境比較好 另外一個就會比較容易假釋 那這樣子跟說沒有到外衣間的去的這種 就那個落差會不會太大 那對於就是說比較清醒的 因為你現在這裡說去外衣間的 通常會大概就是中重型度的嘛 中的還比較少一點 就中度的嘛 那這樣中度的跟輕度的 其實這裡面會有沒有所謂的失衡的問題 因為輕度的其實是表示他的惡性很低 可是惡性很低的話 你必須要關在監獄裡面 然後你也沒有所謂的假釋的問題 你必須要把它關滿 那跟今天呢我可能是判了一個 兩年的 那我可以假釋 那我也可以到外衣間去 如果表現良好可以到外衣間去 然後再加上減刑 所以這樣算下來 會不會變成比那個 輕度的不到一年的 他關的時間更短 有沒有可能 其實輕度的統計上來講 輕度的去差別不大 因為他事實上他在一般監獄 跟到外衣間的監獄 他的條件門檻過了以後 可以到外衣間去 跟他在一般監獄呢 那個時間上 因為還要二分之一嘛 那差不多啊 時間差不多 但是在環境上是不一樣的嘛 就是心理上比較不一樣而已啦 對 所以在這裡就是說我們 今天犯一個中度的 一個犯罪跟一個輕度的犯罪 結果中度的兩個都一樣表現良好 可是中度的犯罪他所獲得的減刑 獲得的環境 或者的假釋 會變成比這個輕度的會更優惠 所以在這裡會不會有那個失衡的狀況 我想這個部分你們可能要做一個 更細膩的去研究 那另外就是說 今天有人提議說 要把這個所謂的減刑的 這個縮短刑期呢 把它變成是 就是說14天12天10天 那這個會不會失衡 因為事實上 就是我們原來是一直照等比級數嘛 兩天四天八天其實是等比級數 那也就是鼓勵你說 好今天你第一次進去 然後你在裡面你能力要繼續表現良好 那我再給你用等比級數一直把它加上去 那如果說今天呢 變成是說第一級跟第二級 第四級的跟第三級跟第二級 差別都只有兩天的話 那其實就沒有多大的那個誘因在那裡 所以呢 那個本席呢 是比較建議是說 你是不是能夠維持原來的 就是有這樣一個等比級數 會是比較有誘因存在 所以我們報告裡面也建議說 可以再討論一下 OK 好 謝謝